我们学正教育的时候就会学正常的体解剖工具 会有实操课 实操课上面的话呢就是运居尸体 十多位学生围着它 然后呢手术工具也有限 展台也就这么大 并不是每位学生都有机会去上手的 很多时候手会把血管啊神经啊 一些给剪断掉 然后要再把它们重新拼接起来的话 会很困难 但是在VR里面我们就有一个这种立体的框架 我们可以上上看 然后向下 然后向左向右 都可以看到那些内障器官 包括它的神经血管那些分布 我们是在人体里面的 教室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 从360度的去观察老师的时针 老师的操作和老师的讲解 仿佛老师就在你身边一对一照学一样 我觉得这个VR技术的应用最重要 对我的帮助就是 针刺的时候 就在练习针刺的时候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了 那个下面的解套结构 它可以显示出来 就是因此的那些组织的改变 这个血维像免分不止哪些神经 哪些血管哪些肌肉 哪些骨骼 就特别地清楚 我老师有一句话就是说 针扎在哪里不重要 针尖在哪最重要 就是很强调要精准 精确定位 那种精气的那种感传现象 然后或者一些针感 这些都是要跟剪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就是这样